其實我們的就紅鮮像剛才的各位有品嘗到整個 肉都會比較厚性 我們都會挑比較雷的 去做技術能動作高裝這樣子 去賣個消費者 所以說這個來講的話 每一個吃到的肉體其實都蠻平坦的 所以我們家族在這邊已經居住了兩百多年 那以前來講的話 主線都是 就紅鮮到我們爸爸吃的時候 近五十幾年才開始發展 像其實要好來講的話 當然第一個就是我們家的水質 那再來是餵養酒工 我們就是少量粗餐 一來是它能夠比較均衡吃到海餐 它能夠比較肥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少量粗餐餵養的話 它水質也比較不容易變化 因為海菜不容易腐爛 這些來講的話都會影響到它很難 我們的酒工池 每天跟著潮汐 長退潮涼吃 我們這個都是跟外面是連同的 我們不像一般的餵餵 它是密碰壁式的 所以我們沒辦法摸藥 其實我們一直說是堅持 就是用天然的方式的樣子 我們五十年前是這樣子做 五十年後我們還是這樣子做 就是希望就是說 大家知道就是很天然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沒有摸藥的味道 想吃鮮物本舖的新鮮酒工 新鮮海鮮 請上祝賀麥師之後 謝謝